台湾棒球小将出征国际赛事虽败犹荣 2023年第七届的U12世界杯哨棒锦标赛 日前在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结束赛事 而中华队在冠军赛迎战强敌美国队 终场是以4比10荣获了亚军 而其中五位的花莲小将和两位教练 8号上午返乡接受了县长徐振卫的表扬 而徐振卫也以胜不交败不奶的精神喊话 齐勉小将下一届重整旗鼓再战冠军 日前在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 举办的2023第七届U12世界杯哨棒锦标赛 冠军战由中华队迎战强敌美国队 尽管最后以10比4不敌平均身高超出20公分的美国队 不过台湾小将仍以不放弃的精神打出精彩好球 8日上午其中五位花莲小将和两位教练 返乡接受县长徐振卫表扬 你们练从早练到晚 几点就起来练 8点 8点就起来练 练到太阳下山这样 对手很强吗 美国 很强 很强 哪里很强 打击 打击很强 那冠军战没有赢 有没有哭 你有哭哦 我觉得很舍不得 我觉得很可惜 什么时候再逃回来 U15 U15再逃回来 复商上场的中原国小沈伟帆 冠军战包办台湾队全部的四打点 冠军战输球在赛场上留下不甘心的泪水 让大家不要气呢 胜败只是一时 但是不要气 因为整个过程 整个过程才是最宝贵的经验 还有那个球技球场上的交流 没有人能够有跟你们同样的心情 虽然我们知道大家很努力 可是在球上打球的那个酸甜苦辣 都是在每一个选手 以及在教练的整个 在这个赛程的过程中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我们的教练 给我们的选手给他们掌声好不好 花联鲜这次入选U12小棒队选手 包含泰巴朗国小黄毅浩 高盛凯 曾启嘉 中原国小沈伟帆 及新城国小郑奇恩等5人 总教练由泰巴朗国小的成名人担任 尽管冠军战引恨 徐正伟也勉励小账再接再厉 颁发体育奖金9万元以致鼓励 期盼下一届重整旗鼓 再战冠军 记得讲报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